大家好,欢迎收看志远书香,我是宁希,喜欢请您关注我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。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首颂词经典作品《蝶恋花,庭院申申申申吉许》。 关于这首名作,它的作者是有争议的,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五代冯岩寺所作,但是这种观点其实只是文学史上的支流,主流还是认为是欧阳修所作。 特别是另一个大词人李清兆,他距离欧阳修的时代不远,他就很喜欢这首词,明确说过这是欧阳修的作品,还因为很喜欢而仿写过。 欧阳修是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宋仁宗天圣八年,24岁的欧阳修近世吉地,进入仕途后历任汉林学士、疏密复史、参知正世等职务,后人称欧阳文中宫。 相对于政坛,欧阳修在文坛上的地位更高,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,是宋代文坛当之无愧的一代领袖。 欧阳修还非常善于发现人才,爱惜人才,堪称千古不乐。 比如王安石、曾董、苏荀、苏氏、苏哲、司马光等这些赫赫有名的文坛名家,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曾得到过欧阳修的大力褒奖、推荐和提携。 她的这首婉约词,蝶恋花,庭院深深深深吉许,是写女子归院的,此风深吻妙雅,虚实相容,非常耐人寻味。 蝶恋花,庭院深深深深吉许,宋欧阳修,庭院深深深吉许,杨柳堆烟,莲木无虫树。 欲乐雕安有野处,楼高不见张台路。 雨横疯狂三月幕,门眼黄昏,无济留春柱。 泪眼问花,花不语,乱红飞过,秋千去。 欧阳修在这首词里写了一位孤独悲伤的女子。 丈夫抛下她浪游花节柳相,只留她在暮春时节一个人独自悲伤,在薄情的世界深情地活着。 词的大概意思是,幽深的庭院不知道有多深,那里洋柳重重,像堆叠着烟雾,一重重莲木多得难以计数,不知道有多少层。 丈夫豪华的马车停在寻欢作乐的地方,纵然登上家中的高楼,却望不见张台的路。 狂风宇宙,这是暮春三月的一个傍晚,能可以掩住黄昏的景色,却没办法把春留住。 盖着眼泪问花儿,花只是默默不语,那纷乱的落花在风中飞过秋千去。 这首词很动人,我们刚才说李清照是这首词的超级粉丝,以李清照的水平,模仿做了竖雀词,也觉得难以超过欧阳修。 那么这首词好在哪里?为何能让李清照这样的天才词人都爱不释手呢? 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是,全词写景状物俱佳,用语流动婉转,很精巧又很优美。 容情与景,情意深长,对词中女子的心理描写更是入目三分。 我们来品味一下这些家具。 庭院深深,深吉许,杨柳堆烟,莲目无重数。 开篇连用三个深字讲了两层意思,第一当然是庭院深,远处的杨柳又浓又密,飞起片片烟雾,就仿佛重重莲目。 这庭院自身也是莲目一层又一层,这是对女主人公生活环境的描写,说明她的身心都被这深深的庭院所禁锢,所压抑。 第二层意思则是写出了女子内心的深忧。 她是多么孤单寂寞,多少心事无处诉,多少伤心和失望,只能独自承受。 娱乐雕安有野处,楼高不见张台路。 女子伤心的是丈夫的负心和不负责任。 张台用的是汉代典故,指烟花柳相,歌迹们聚集的地方。 丈夫终日在花街柳相游荡,而作为古代的女子,她可能很难地见到丈夫。 独困深院,即使登楼远望,也看不到那条通向张台的路。 这其中有深深的无奈,人生真是多奇路啊。 女子的丈夫也许曾经是青年才俊,可却因为误入歧途,整日醉生梦死,把家庭和事业都抛开了。 女子的丈夫也许曾经很疼爱她,两个人相亲相爱,对孩子也很好。 可如今竟然已经形同陌路,这是多么让人悲哀的现实。 而这位可怜的女子,甚至无法出门去寻找自己的丈夫,她只能被困在这深深的庭院里,独自悲伤。 暮春时节,暴雨倾盆,狂风大作,这是女主人公内心的风雨。 我们知道春天的风雨给人的印象都比较柔和,急风骤雨往往在夏天,但是春天不常见,春天更多的是和风细雨。 这是女主人公心中的风雨。 在女主人公看来,一场小雨,也可能是狂风暴雨。 这就是同样的景物,因为看的人心境不同,也截然不同。 在伤心人眼中,更多的是七风苦雨。 这里也隐含着对岁月意识,人生意老的感叹。 七风苦雨袭来,深深的庭院,厚厚的莲幕,也无法留住春意。 人生从不因哀愁而停留,也不因感叹而驻足。 时光飞去,徒留人老去,而哀愁更多的人,仿佛老得也更快。 泪眼问花,花不语,乱红飞过,秋千去。 这两句是名句,深得后人喜爱。 泪眼问花,是女主人看到花,落泪了。 这狂风暴雨中横遭摧残的花,这美丽却脆弱的花, 这即将凋零的花,不是很像她自己的命运吗? 于是她含着眼泪痴痴地问花,可知道她心中的痛楚。 花儿却尖默了,花儿本不会说话,只一跃深,飞过秋千去。 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带给人无穷的想象。 落花在风中飞舞,女主人公却长久地留在原地哀伤着。 以谨戴情,情谨交融,意境更深,感情营造的,也更深。 其实这首词的一大特色就是在自然浑成,浅显异小的语言当中, 并藏着深智真切的感情。 词意深晚,非常动人。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看,会发现这个庭院真是深深深吉许。 欧阳修写出了这种深情,深意和深深的孤独无助, 才能让一代词宗李清照也为之叹福和喜爱。 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纽带,贯穿古今。 如今,庭院深深深吉许的美丽诗句融入了更多人的内心。 而且这是用其他任何表达方式都无法呈现的美感。 我想,这就是诗词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化涵养和精神滋养。 好的朋友们,今天关于欧阳修的《蝶恋花》《庭院深深深深吉许》就和您聊到这儿了。 这首词带给您怎样的感受呢?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聊一聊。 这里是志愿书香,我是宁希。 感谢收看,我们下期。 再会。